大家好 我来到小韩家小航他们买的螃蟹 四只大螃蟹 四只大螃蟹 四只 买的虾 虾线都挑好了 虾线挑好了 那我来的 说实话我来的真是时候啊 牛肉 牛肉 炖一个儿了 还在炖 等一下喝牛肉汤 上午做的特别鲜 芹菜 买的买的今天买的牛肉 便宜 五百五一公斤 然后咱们这边买900吗 900 对 那牛肉 我买了一条大鱼 多大的 1000块钱 五六斤大 五六斤大 我们来看看 下次 活的吗 买了小车的5000 小车5000 小车不贵 买了这里边放了6000块钱牛肉 我们俩买了 可以不小不小 大鲤鱼 他们买的鲤鱼 这个鱼小 这个鱼 因为我大窝做好了 咱们可以 做好吃的 那照这么说 我来的还真是时候 刚好来的时候赶上饭点 我这是他们去那个巴扎市场然后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带东西我说让他给我带壳白菜 然后我来拿白菜没想到刚好赶到饭点你给我打电话打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了吧我刚刚在忙 对差不多了 一个多小时了我刚 早来一会儿放忙是吧 跳蝦线呀 这边两个电话我们跳蝦线吧 一个小时跳完了 一个小时跳完了 也不贵 221公斤这个蝦 虾2200 螃蟹是1100公斤 1100公斤说实话是不贵 这么大 这里还有一个藤壶吧 小藤壶 小藤壶 上面俩叫我 叫我弄掉一个 嗯 大厨这个蝦怎么吃啊你准备 炸一下行吗 炸一下 煎一下吧 可以 你是大厨 做熟了 就行了 对 看这个螃蟹 把灯打开了 我对螃蟹不了解 这是什么蝦我也不知道 梭子蝦 梭子蝦 你们那边有螃蟹吗 那边没螃蟹 这边长得跟 菱形 这是什么 刺 尝一下说是 武装梭子蝦 武装梭子蝦 那种小的 迷彩 迷彩颜色是吧 叫武装呢 啊这个 就是 这个应该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藤壶长的地方吧 藤壶是 原来长 长这个腿呢 哪个腿上的 啊 这边 这种的就是工的 尖的 那母的是 这样 那工的 这是工的 啊 这都是工的 都是工蝦 反正 那河蟹是怎么看的 怎么办 这个缩子蝦 是不是这么看的 不清楚 武装缩子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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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说说武装缩子蝦 蓝色的 武装缩子蝦 海里的 我以为这河蝦呢 河蝦 我分不清 咱们那边没有这个 他上面有那个 那个叫什么 藤壶 藤壶 不是袋子里的 就是 袋子里有块整的 对 这边扣掉一个 谢谢 那这有个印子 刚刚我说是藤壶 他说是藤壶在腿上的 这两个藤壶 这么一个 啊 两个呗 两个 一个 我扣掉一个 你扣掉一个 我扣掉这个是在腿上的一个 头上还长了一个 头上还长了一个 就在那个 他腿上面 你看给他 压到这里 对 这面是小的 这就是 这小的 里面蝦黄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 蝦黄没有 蝦黄在 在那个肚子里 蝦黄蝦子 蝦黄在里面 蝦黄在里面 那个蝦子 蝦黄也分不出来 分不出来 我也是看不看不出来 哎 看完 清洗干净 你嘴巴还要脏 然后再 拿完水再冲一 等下再好洗洗 等下好冲 我吃 冬瓜 冬瓜准备放那个牛肉汤里面 牛肉汤 冬瓜牛肉汤吧 冬瓜牛肉汤 出来的时候你 放点糖量 冬瓜 不能放 你要天天吃 冬瓜按道理来说 只要不切开它就不会坏 不切开不会坏 切开它就容易坏 对 因为咱们那边有冬瓜 冬瓜 它只会 从里面干 下锅 这个虾 把这个 虾的那个脚啊 虾的那个胡子全部去了 虾尾 虾尾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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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专门弄卖那个做那个虾尾的 还挺好吃的 对他们这边好像没有吧 虾尾虾 啊 哎呗 这个 汤里面 放点葱花吧 放点 锅里面的油 油焖 大厨刚刚 说准备油焖大虾 这个 可以洗 可以洗过没 洗了 这会再洗 再洗一下 再洗 这个是虾 牛肉汤 我买了那个 烤肉 烤的那个鸡肉 马上送过来 然后他们说烤好了给我们送过来 等一下 我媳妇吃点那个烧饭 你不是又有烧饭吗 对 马上又过来了 小汉往里面放了辣椒油 他准备泡饼 泡饼吃吗 对 学那个羊肉泡骨嘛 羊肉泡骨 这个要吃快点不吃快点 凉了就不好了 对 螃蟹在锅里面蒸着呢 虾吃完了 锅里面的羊这个牛肉汤喝的也差不多了 那个 螃蟹 马上也煮熟了 这个鸡翅还有一个呢 让人吃没人吃了 鸡翅 今天他们的鸡翅让我给他抱圆了 结果没吃完 好辣 你放这么多辣椒干嘛 小吃辣椒 冒冒汗 这下不冷了吧 冷了还冒汗呢 等着吃螃蟹吧 吃饱了呀 螃蟹正好了在这吃螃蟹呢 我就吃了一个螃蟹腿 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我喝了两碗汤 吃了两个饼 所以我吃了一个螃蟹腿 剩下的给他们吃 尝一尝味道就行了 刚刚我把那个螃蟹腿给阿伟了 吃饱也没事 我不吃了我吃饱了 我尝一下就行了 我吃了两个饼 喝了两碗汤 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再吃 阿伟吃的也差不多了 你吃饱了没有 要是没有吃饱 你把这个也吃了 好了 小汉在屋里面和他老婆吃那个螃蟹呢 这个吃螃蟹是行家 这里面有没有蟹黄有没有看到 没有蟹黄 那就公了呗 只有肉 公螃蟹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